好,我们这个开始了,非常忙,我刚才在路上都接了三个电话,不停的打电话,美国打过来的,还有伦敦打过来的,非常忙,然后刚才那个Melody说,老师你真忙,你每天要说多少话,我确实很忙,所以大家有时候在给我发email的时候,有时候我可能回复得晚一点,大家可以理解,对吧? 或者是太多了,我有可能漏掉了,你再提醒我一下,但是那个都没有问题,而且刚才那个,这周太多同学面试了,太多同学面试了,然后我刚才也在想,其实你们有足够的本事了,我刚才说,其实很多不用再让我再给你们有什么指导了,就是拿offer了,但是我想每次我还是要,同学们来说,老师你再给我辅导一下,我还是来辅导,为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我是给你们的一种自信,给你们一种依靠,所以说我说你没问题了,你就可以挺着胸脯,是吧?扬着头进去面试了,所以说我能知道,这个已经不是说,从技术层面,已经足够了,主要是从一种精神层面的支持,是吧? 所以说我一般还会看一下你的那个job description,然后给你一个整体的一个overview,一个辅导,对吧?然后那些关注的点啊什么?其实大家以后都是,我告诉你们都是面试求职的高手,都很厉害啊! 这星期我们有两个同学拿到offer了,congratulations,是不是?非常非常好,他们的职位都是那个BA,BA,还有一个那个consultant,非常好的职位,等会让那个,让他们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吧?然后下星期,让那个,让Daniel跟我做分,跟我们做分享,这一星期让Raymond来跟我们谈一谈,主要是大家一些体会啊,一些求职的经验 给大家分享一下,对大家都有帮助,其实同学们在这分享的时候,我都是非常认真的在听,因为对我都是很大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是吧?这是今天我们主要的一个topic,那那个等会儿我们会让同学们来分享一下,那下面是介绍一个项,那个还有一些大家面试的求职的一些讨论,大家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带,带过来来听,带过来来给大家来提出来,然后我们在里面来探讨,我这个非常感谢, 那个Raymond啊,能跟我们大家来分享,而且Raymond这个求职面试啊,我觉得非常成功,啊,那个这个职位是一个,呃,BA和consultant的,然后主要是做那个,升级的,这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一个想法,而且那个那个工作单位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而且整个的面试,Raymond你找了多久啊,也很快吧? 我,呃,反正我是从二月份开始提前例的吧,二月份,二月份,三月,四月份吧,两个月,非常非常成功,然后那个,然后那个,拿到这个工作是不错,非常非常好,然后整个的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balance,一个是做的技术,还有工作的环境,非常好的balance, 那请那个人们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主要跟我们来谈谈感受,然后跟我们大家一起建议,啊,你们都听到是吧,我,我,那我就说了啊,因为呃,因为我,我今天,今天不是,不是很舒服,因为我,从上礼拜一直病到现在,刚才还从那个clinic出来,呃,这个,这个工作吧,我,我想分享,我觉得也没有特别的多的东西,因为很多东西的话,都老师还有同学们都在之前的分享过了, 然后,我觉得反正,呃,有几点吧,就是说,呃,在我的学习,就这次这个,面试过程中,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们这个,这个community,就是非常的这个,非常帮助,就是说对我是非常有帮助的,例如前面的那个,Wendy是,呃,Wendy找工作的那个分享,是怎么样去学习CIM,然后还有那个, 然后还有这个,呃,然后还有这个,呃,查理的分享,怎么样去,呃,怎么样去面试,怎么样去面试,在面试中学习,还有这个,还有凯尔文,还有Daniel,还有他们做的,还有清新他们做的那些分享,我觉得都是,呃,对我这次能拿到这个岗位,这个很多的基点,我希望,呃,对啊,还有杨老师的一系列那几个career那种讲座,呃,对啊,还有杨老师的一系列那几个career那种讲座,呃,对啊,对啊,对啊,还有杨老师的一系列那几个career那种讲座,呃,对啊,对啊,对啊,还有杨老师的一系列那几个career那种讲座, 嗯,所以我觉得反正在这个里面我,我就把问题留给大家吧,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想问我或者怎么样,好不好,杨老师,嗯,好,没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可以说说面试的问题,呃,那个Raymond的能不能把你那个整个大概的先给大家一个highlight吧,就是这个从二月到 啊,就是这样大概说一下,因为大家这样的话已经比较好,请问有方向,或者是没方向提,哦,好,行啊,呃,从二月份,从我地开始正,正式地检利吧,大概,在on site的面试,呃,也就四五个,然后第一个呃,第一个的岗位也非常好,但是面试完了以后,明显觉得自己很多差,嗯,就像是一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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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大很大的差距,然后呃,我自己的background啊,就是说,我自己呢,呃,在也在IT行业里 做、但是呢呢,以前还没有focus在这个CIM的application上,我以前是focus的那个network和呃,那个叫什么se�� elseup一块的 嗯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CIM的过程中它是一个体系,就像杨老师说明的, 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体系,是一个solution,方案,企业, 企业就是需要一个这样的人,哪怕你是BAA或者consultant,或者是需要,你是developer, 所以你能给他带来这种IT解决的方案,这个是企业他特别需要的。 反正在这次面试里面,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说, 杨老师以前一直在提那个domain knowledge,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大,好空, 但是在面试过程中的话,我非常有体会,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的能跟对方来谈的一个谈资吧, 就是说,杨老师经常说,能让人家抓着你,就是说你能怎么样去把这个问题, 扔回去,让他来回答,我觉得就是说,互相来提问,互相的来讨论。 例如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吧,例如就是说,你要是面试一个企业的时候, 杨老师我之前记得杨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那个, 呃,就是一个怎么样去面试一个岗位的那个准备,去emask it the company, 他这个现状,还有他这个solution大概是个情况的时候,呃,我觉得这都是对, 就是都是你的domain knowledge,在你去面试之前做的一个最需的一个准备。 呃,例如你要面试一个像,呃,像一个学院的话,你要知道这个学院大概有多少, 的IT系统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他们呃,他们在现在的现有IT系统上都有哪几部分组成, 然后呢,现在他们学好的CRM系统是用用到了哪些状况,然后呢,在在面试过程中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些问题呢,问,问回去,或者你把你想象的一些看法,给这个和这个和这个面试你的人来探讨。 这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在面试过程中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呃,呃,我不知道我就说回答我,回答问你们些问题吗? 呃,面试了多少次?我面试onsite大概有四五次,然后电话面试有十多次了吧。 呃,我想问一下你,呃,我不知道同学们,嗯,嗯,是中介经济的解密,还是直接地理的单位的呢? 骇ören唉呃,呃,在这个面试和那个什么过程中的话,有中介给我,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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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后这个面试是我自己递的 汤姆问面试的问题 面试的问题呢他们一般呢 一般是这样的很多企业呢有我面试有两种状态 一种状态就是很多面试问题的都是HR问题 无非就是HR的问题里面一个就是behavior问题 你的怎么样处理这个time management 怎么处理这个和领导还有同事的关系 然后还有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说 pubble solving 这些问题然后呢你就要根据刚才我跟你说那个domain knowledge 那个背景来给他准备一些相对应的例子 有时候呢因为他们这个就是behavior问题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那个technical的问题 然后technical的问题的话一般有两类 一类的话就比较简单 就是一些怎么样做configuration 然后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呢都在杨老师的那个视频里全部都有了 而且全部都超过了他们的那个那个那个要问你的那个阶段 然后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刚才我说那个solution 他就想问一些你过去做过什么东西 然后你他然后他把他现在的现状状况把这些问题抛给你 看看你没有对这些这些问题有没有sense 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没有没有什么什么答案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 所以呢你就要靠你的domain knowledge 和那个technical给他一个相对应 reasonable的方案 这时候呢就是一个一种沟通交流的阶段 所以一般都是这种问题 你要是问我说具体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杨老师在那个论坛里列了那个大概五六十个那个technical问题 基本上都覆盖了 而且还有一个我自己也有体会就是说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全部都答上来 你不用不用去不用去把自己就是准备的特别的全 你以我说达不上来了以后也是正常的 还有其他很简单的很简单的说一下 你现在那个工作大概的一个呃单位的一个情况 不要说名字就是大概是哪个行业啊 他是做什么我现在还见他的这个product 我现在还没有没有去呃他这个企业呢 他现在还用着2011的系统 他现在就像杨老师刚才呃介绍的一样 呃他在在做这个系统的这个升级 他也在寻找这个解决方案 所以他呢可能就是说在这个解决方案过程中呢 就是说我是充当这个企业的呃内部的这个联系人 还有这个呃解决方案的主要的这个就是执行者吧 来促成这个次的升级 然后想从2011直接升级到呃想从2011升级到 他是在哪个哪个industry呢 是他那个是他是这个是哪个行业他的在在什么呢 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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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的 还是一个是一个方案的 哦这个我还不知道 具体的这个具体里面的细节 我具体的细节我还不知道 你这个问的太具体了 而且而且在面试过程中呢 他也不会问你这么具体 如果你要是这么具体的话 他反倒会对你产生怀疑 这是这也是杨老师就是说 经常说的就是说你要跟对对方来引领你来来来来来做 反正这是我觉得这个面试过程中的这个呃 这个叫什么吧有体会这样 我不知道还有其他同学还有问题 呃我想问一下啊 呃你给这个单位发简历的时候 是不是你要把这个单位来就好好的 一下子他怎么让一样把简历再修改修改 更加的match他然后再发给他 这样才能够的一个意思 哦我没看清清你说的那个问题 那个嗨了是嗨了吗 对是我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 呃你发简历的时候是不是要稍微修改一下 就是根据他这个单位的一些描述啊 显得更加的match一些 不是这意思 这个这个是这样的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 你你就说怎么样 我是不是可以解释为你你在问我应该怎么样 呃 这个这个我觉得在之前Wendy好像被问到这个问题 就Wendy就是说只要交不是posting 和你的简历match40%还是50% 一半还是很少一点点 我记不清了杨老师那个是多少 有一个无敌的他的那个那个什么 百分六七十没问题 对对我我我自己 百分六七十是吧 我自己投简历的时候也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 因为每个企业的交posting都不太一样 都有要求很多的就是说 根据他自己的这个企业要求有很多独特的东西 如果我每次呃 所以呢只要你有百分六七十match 你就可以递 我觉得如果如果他觉得你合适 他就会让你来interview 我就我就昨天还跟那个同学们说 我我其中还呃上个礼拜还有一个面 就这个礼拜还有一个面试 然后他要他呃我当时就看到他要求 也就是50%我就递过去了 然后后来他就就让我去面试 然后他在面试过程中他就就说 我我我知道你没用用过我们这个系统 但是呢我还要求你来面试 因为因为我知道我觉得你那个cim的这个这些technical 这个background还有这个技术 肯定会跟这个系统是基本相似的 所以呢我觉得刚才你那个问我那个问题就是说 根据每一个交posting来改你的简历 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去做这个事情 除非你特别喜欢那个工作你就可以去就可以那样做 那个人呃但是那个求职 哎你说求职两个月这个有这个心理历程是怎么样的啊 有没有起伏啊 有没有我心理历程我觉得查理那个分享 嗯 查理那个分享绝对是很我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们同学里前面的三个分享一定要看一个是windy 一个是jain的一个是查理的 然后还有其他几个学长像danyl还有david还有那个叫什么kelvin 他们分享的那些技术的那些东西 因为从我刚才那个windy分享是怎么学习的办法 然后这分享的怎么去面试作为一个ba 查理绝对就是一个面试的就是我觉得他是我学习的榜样 怎么样去呃怎么样面临这个每次面试中的这种挫折怎么样去把自己改正这个面试中的缺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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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反正反正是个很痛苦的过程但是也是很成长很激励人心的过程 我我我我觉得你你原来说你觉得我这样说 对非常好非常好对对 嗯 首先感谢你啊 不好意思 哎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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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事 我还是集中在 是 我请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面试呢 这些背景是个什么样的背景是个什么人 然后呢整个面试多长时间 啊 这个过程是怎么分配的 比如说是你自我认识 然后对方问问题啊 然后你再问一些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在整个面试过程当中 最挑战的是什么地方 然后呢 最后这个结束的时候结果的时候 你感觉怎么样 是对方看到你结果还是说你该怎么样 就这样一些 整个面试一个描述的个体系 实际上我在拿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前面就刚才说我经历过很多很多次 有三十次到五次的那个叫什么 安排面试了 就有时候你在面试的过程中你自己会有感觉 因为对方问你问题的时候呢 你跟对方去回答 例如你刚才说整个面试是怎么样一个开始的过程 你就想知道这个 这个 这个 细节是吧 呃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然后就对这个细节里面是因为 呃 面试呢 一般都原来圈二来主持 然后有一个hire manager 然后再加上一个 可能跟你相评的一个peer 或者你的业务部门来面试 他们呢 一般都会准备一个question sheet 就刚才我说那个question sheet里面包含的那个 那个几类的那种question behavior question 然后还有那个technical question 还有一个就是根据 然后我在这个面试过程中呢 他也是本来是按照那个question sheet来问我的 后来因为说到了一些那个就是technical和solution的问题的时候 那个还蛮阐述很多一些他现在遇到的困难和想法来来跟你来跟你沟通 然后这时候呢 你就就是像杨老师说所说的 你要作为一个聆听者在这个在这个整个的面试过程中 所以后来就是说这question sheet的还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再问了 他们觉得就是你已经可能就是那时候那时候那种就是说你已经知道他们想要的 而且他们觉得你你是他想要的那个人 你能解决他的一些问题 就是一个这种过程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就是说回答你的问题没有 那样一个面试的一个形式 就是那个人们啊就是为什么想了解这个面试的形式就一二三四就是谁面了 然后那个什么样的就是哪一方面 一般的形式过程现在的面试都是前面有一个风风interview prince green interview 然后大概这个过程叫 呃一般都是10分钟到15分钟 然后他后他就是呃勾入一下你的那个resume 然后第二个面试就是onsign面试了一般到到到到其呃到他这个企业去 然后就刚才我跟你说的他大概有三类人来可能要参与这个面试 一个就是呃H2H2的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业务部门的人 然后他们可能从他们不同的这个那个他们有准备这个快速信息的来 他们想问那些问题来来问你 但是呢主导这个呃面试的时候呢呃我自己个人感觉 然后从根据企业的性质有时候是那个H2来主导这个面试 所以所以你要自己就在这面试过程中可能要把握这种把握这种气氛 就是把握这个这个这个反正就是杨老师说那个你还想之前多做一些准备 这是我一个体会 那个非常好回答的啊还有大家还有问题吗 啊因为那个原本没问题了大家这个非常感谢非常精彩 然后那个单纽吧下次那个像单纽给大家说一说 因为昨天单纽给我听到说他对这个虽然呢他有他的他很兴奋 那他就我说哎我说你的你给大家也分享 因为这这个。那那里面的都差不多都是都是,都是,然后因为这个编砾 一直都是这样的位置耶,这个位置非常好,我觉得非常有,非常有。非常有前进,而且我们的方向也非常好 所以说那个非常好精彩的分享我们收收收收很大 那行大家要是没有问题了那就呃再次感谢那个人们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